中頭公路雙屍橫躺 路邊小便被開槍 太陽穴精準射擊 鑑定飛行刑式槍殺 熱心關係人是真凶 謊話連篇黑吃黑 射擊冠軍輪死球 逐壞插御足再犯殺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反骨神槍手 快插殺人案 就在中頭公路底下11.3公里 往台中的方向 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槍擊案 兩名男子遭到近距離開槍 倒臥血破中 慘死路邊 報案民眾一度以為是車禍 警方現場踩中 兩名死者頭部各重彈 兩槍及三槍 歹徒下手凶殘 槍槍致命 兩人褲子拉鍊沒拉上 車子沒熄火 這兩人竟然是在路旁小解石 給了兇手下手的機會 可能變成為誰 而且都近距離 槍傷 警方根據現場周邊的露營帶 過濾出這一部銀色轎車 在案發之前 曾經和兩名死者 所駕乘的車輛 一前一後的行進 數度約談駕駛人 王志皇道案他都拾口否認 警方在他的車底裝置追蹤器 發現他前往合作金庫 埔里分行的保險箱 領走兩百多萬的巨款 研判他可能是毒品交易 黑吃黑 警方追查發現 當時王志皇就開著車 跟在死者的車輛後方 原來他們三個人 集資五百多萬要購買毒品 當時 凶賢和兩名被害人 站成一排在路邊小便 左撇子的王志皇拿起 林明昭放在腰部的槍 朝邱錦柱的頭部射擊 這時林明昭想要逃離現場 被他開了兩槍 王志皇臨走之前 對著奄奄一息的邱錦柱額頭 再捕上兩槍 兩人當場斃命 王志皇一度不肯鬆口 推稱是他和死者生前 共同討債所得 但證據會說話 兩名死者身上的子彈 是來自同一把槍支 加上檢警所提供的證據 讓王志皇終於扶手認罪 警方以前追人的策略奏效 宣告破案 槍殺兩名好友黑吃黑 被判死刑定驗 經過了四年還沒有槍決執刑 今年1月12號 竟然在開中看守所裡 刺傷雜役 當初是有人拿一塊布 拿一塊布就是隨便 包一包這個樣子 就是請他傳遞訊息 消息 紙條給別人 那個雜役不要 雜役不要的話 他就這樣子去戳了 曉得是被刺殺的邱信雜役 就是死者邱錦柱的職兒 一度引發外界聯想 是不是王志皇故意狹怨報復 但是又調查 兩人互不認識 而本以為這起殺人未遂案 會拖延到他死刑的執刑 沒想到半年後 便走上了末入刑場 comunque ولا遮僑 還是會拖延到更迷在 nde了末尊頭 本來就 notified